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赛后采访 我是维嘉 让我们再次恭喜G&G 赢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我们是请到了Media选手 来接受我们采访 而且Jane会做一些翻译的工作 那首先肯定是要恭喜他们 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同时我们也很想问一下 因为每次看到G&G这支队伍 我们不可忽视的就是 这支队伍非常非常擅长 去找到一些特定的角度 去给予对手一些惊喜 可能会在一些特定的角度 去对他们进行击杀 所以我们也很好奇 在每一次这些灵感来的时候 到底是谁的意见 到底是教练给他们的一些想法呢 还是说他们自己的意见 去达到这些特定的角度 去找到这些特定的角度的 So welcome to the post-match interview and now we have Media joined with us and Jen for some translating and first of all congratulations on this win and every time when we saw your game this is only one thing we cannot ignore is that you are very good at position yourselves and like to beat your opponent how did you manage to find these angles betting上的路上 tipsing between team and team in game i game on the team in game i game game wene comes the strategies bpra the match it's coaching staff putting a lot of work in and when it comes to beating the opponents for us it's just you know 我们在逛逛 有很好的交流 然后团队们在进入 他说每次在比赛之前的时候 其实这些所有的特定的角度也好 包括赛前的一些战术准备也好 都是他们教练组的意见 但是在当来到比赛之中的时候 可能在面对很多情况的时候 他们每一个队员的沟通 是非常非常积极 并且非常高效的 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 他们每次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沟通 同时也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随时进行调整 那接下来也想问一下 因为其实对于G&G来说 这几次的大赛经历 可能都稍稍会有一些遗憾在的 从马德里大师赛的亚军 到太平赛区的二号种子 可能每次距离冠军都只有一步之遥 那这次来到了上海大师赛 也想问一下 他们的准备工作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让他们这次可以拿到一个更好的成绩 或者说可以距离冠军奖别更进一步 所以有很多人在最近的赛赛 像在马德里的第二队 从马德里的第二队 我认为了成功,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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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那这回来到了上海大师赛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准备工作更多是更集中一点 相对于以前来说 把更多的准备工作做得更细致 才能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可能确实对于我们来说 这几次的大赛都是有一些遗憾在的 对于世界赛来说 可能我们去最后只能进到亚军 或者说这每一次对我们来说 会有一些遗憾在 可能这也是在这个世界上 对我们来说可能无法承受的一些事情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这也是他们可以重新开始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历 而且对于他们来说 可能成为亚军在很多时候 也会对于他们来说 是一个重新的开始 也相信他们在这一回 可以有一个更好的表现 那我们的赛后采访到这里 之前结束了 还有一场精彩的比赛等着大家 大家不要走开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